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签证 它叫打工度假签证 在澳洲一共有分两种打工度假签证 它的全称就是working on holiday visa 一种是462 一种叫417的签证 这两种签证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种签证针对的是人多的地区 一种签证针对的是人口比较少的一些地区 拿到这个签证以后 你可以随意选择在澳大利亚任何一个城市 乡镇大工度假 那么什么是打工度假签证 在西方国家里面有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以后 通常会花一年或者几年的时间 做一次长途旅行 去其他国家体验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 增加自己的知识和眼见 然后在旅行的同时 也可以做一些专业相关的工作 以便更好的融入以后的社会 也有很多工作中的上班族 他会中断他的工作 来拿到打工度假签证 体验不同的生活 如果大家不想到了一个国家打黑工的话 有一个合法的途径 那就是申请一个打工度假的签证 一般的工作签证 其实到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难办 难度非常大 所以说全世界有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都推出了这一个打工度假签证 在全球范围以内 很多国家都开放了打工度假签证的 但是对于中国护照来说的话 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对我们开放 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还有些人认为打工度假签证是一个旅游签证 实际上它是一个包含旅游和包含工作的一个签证 拿到打工度假签证以后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你可以全职的带薪的参加工作 还有你可以去全也可以参加学习 他的签证的特点是让旅行者 能够在自由的旅行和工作中切换状态 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和收入 如果资金充裕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一直在路上去旅行 如果你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留在当地打工 证据合法的收入 在澳洲的话 我有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过澳洲的最低时薪 现在是全世界最高的 它的最低小时工资是19.49澳币 是93人民币 13.4美元405台币 104港币 这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 然后每周的工资是740澳币 然后最低的年薪是38522的澳币 平均的工资水平的话 它就根据你的工作的技术含量 和体力劳动的付出成正比 然后拿到签证一年以内 你就可以入境 从入境开始算起 第一天算起 最长可以在澳洲待12个月 你在拿到签证以后 你中间也可以无限制的往返 中国和澳洲 然后在澳大利亚 如果你工作了10个月 11个12个月 但是它有一些规定 就是你不能为同一个雇主 超过6个月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有一些对行业要求的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你可以为同一个雇主 然后工作时间超过一年 这个主要是指的一些 比较偏远的地方 和从事一些 比如说老年和长期护理 农业和渔业的相关的 包括建筑 还有采矿这方面的工作 拿到签证以后 你还可以参加 最长有4个月的短期学习 或者是你可以拿到签证以后 你还可以转全职的 学生签证 或者是工作签证 前提是你要拿到一个学校的offer 或者是你找到对口的工作 雇主愿意担保 或者是符合移民的条件 你也可以移民 这个签证到了一年时间以后 你可以在澳洲规定的北部地区 你可以再一次工作三个月之后 你可以申请2000 然后拿到2000以后 你可以再延长一年的签证 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可以申请第三的3000 拿到3000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可以工作一年 然后的话打工度假签证 他跟去地区不同 他有不同的申请要求 针对中国大陆的 就是他称为462打工度假签证 他主要是发给中国 美国 印尼 马南西亚 阿根廷 波兰 泰国等23国的一些公民 然后的话 中国大陆地区的话 是基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个自由贸易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 在2015年开始的澳大利亚每年承诺向中国每三次发放5000个名额的打工度假签证 他的一些要求的话就也比较简单 第一个是你要有中国的护照 第二就是你申请的年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年龄是在18周岁以上 但是没有满31周岁 然后不能携带子女 如果已婚的不能携带子女 只能自己单独来 然后你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你在澳洲的生活和你的机票 这个大概是5000澳币 这个需要你来提供你的资金证明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你以前没有申请过澳洲的其他类的一个打工度假签证 只能因为这个签证 你一生中只能申请一次 然后这个签证还需要到网上去抢名额 因为每年只有5000个名额 然后还有需要你提供你的学历 高等教育资料的学历 至少他对学历的要求是至少完成了两年的大学的学习 已经毕业的大学大专自考成教 这些都符合条件 只要在中国的学信网能查到就行了 再读的话必须是再读两年以上 大二都不行 大三可以 大专再读不行 然后需要你具备基础的英语水平 这个英语考试必须要一年以内的成绩 然后他的要求是亚师亚师的分数是总分达到4.5分就可以了 A类和G类都可以 然后托福的话 占32分以上或者是PTE PTE就是30分以上 然后剑桥英语大概是147分以上 或者是你在纯英文授课的学校完成了小学学习课程 至少三年的中学学习课程 或者是你在纯英文授课的学校完成了至少5年的中学学习课程 或者是你在纯英文授课的学校完成了两年的全日制大学课程 或者你在澳大利亚的纯英文授课的学校完成了一年的全日制大学课程 然后要满足一个品行和健康要求 就是提供一个是在中国的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公正 然后就是需要体检 就是没有传染病肺结核 类似这样 然后的话还要提供的资料 让澳大利亚政府觉得你没有移民的倾向 打工度假签证它不是择优录取 只要满足以上要求 在网上能抢到名额 准备好所需要的材料都是可以下签的 然后它也不会因为你的雅思分数达不到 或者是你大学的成绩挂科什么原因 导致你的下签几率下降都没有 只要抢到就有 抢到名额以后 你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需要本人到中国的4个签证中心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然后亲自去递交资料 然后体检 检签证官的审核 然后他有可能还会打电话来调查 这个就是打工度假 462签证 然后还有一类签证 就是417打工度假签证 它是发放给中国香港和台湾 英国 比利时 加拿大 爱尔兰 日本 韩国等 19个人口较少的地区的居民和公民 例如中国香港和台湾 也是18到30岁的成年人就可以申请 申请的话比较简单 只要你提供护照和资金证明 他没有名额的限制 也没有学历的要求 也没有语言的要求 除了这些的话 中国香港还可以申请 英国 纽西兰 德国 加拿大 法国 日本 这些国家的话 他就有一些名额的要求了 可能就每个国家 可能就几百个名额 每年或者是1000个名额 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澳洲打工度假签证的话 它的要求和准备的资料 不是很复杂 非常简单 比起如果说你要办移民的话 就非常简单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大家给我点赞 分享并转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好 谢谢大家